海北市松信区的心肺大震 昨天刚刚落幕 紧接着蓝绿之间的双熟之争就火热开打了 好就在之前呢 吓嚷着说初选过关之后 就要公布许淑华项部的徐巧新 他果真公布了 项部呢指控说许淑华这三年来 几乎没有出席过北市议会大会 根本就是薪水扫偷 许淑华则是在脸书上 卸出行程截图来勃弃 反控徐巧新才是薪水扫偷 更不排除双方未来要对簿公堂 一个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离开 一个迎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到来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巧新 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淑华 狭路相逢 同框出席活动互动却是冷冰冰 因为双方前一晚在脸书隔空交火 指控对方是薪水小偷 这场纷争从线上一路打到线下 可是他完全不敢针对他 有可能诈领出席费 这件事情进行任何的回应 反而把矛头丢向无关的人 大会是两点开始 所以我们大概早上的时候 中午的时候就会达到下午的议事程序 如果你对下午的议案 你没有任何意见的话 议员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他们可以去地方服务 徐巧新在党内初选胜出后 立即开战许淑华 公布预告已久的相簿 内容指控许淑华三年来 鲜少出席北市议会大会 许淑华不满在脸书晒出 形成截图驳斥薪水小偷一词 更喊出松信区将会是 一场民意代表和狗仔队的对决 被暗指狗仔的许巧新 强硬回击 所以没想到许淑华的相簿 广告不实 里面竟然没有许淑华 就像太阳饼没有太阳一样 再一次狠酸许淑华的缺席 松信区战场从蓝营内部的心肺大战 延伸变成蓝绿间的双输之针 甚至双方还可能对簿公堂 那我目前还没有到地检署去告发 因为时间还很长 那追溯期都还在 那我想要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然后欢迎他去检举啊 我可以乐观启程地看这件事情 他可能当了四年的议员 他还搞不清楚议会的程序 许晓星和许淑华的厮杀缠斗 甚至转移到担任明代的资历深浅 松信区炮声隆隆 2024选战提前开打 记者综合报道